我不害怕半導體的去台化 想知道原因嗎? 看節目囉! 哈囉我是妍希 歡迎大家回到這一集的 產經系列 這集呢我們深入聊一下 台灣現在最焦慮的問題 半導體的去台化 那其實呢我們這裡都知道 隨著台積電呢 美國的亞利桑那5奈米廠 正式的裝機以後 而且他通廠他還加碼了 兩期的3奈米製程 就已經確立了半導體去台化的ING 不過對此呢 其實我有不一樣的看法 我認為半導體還是去不了台灣 這就是 為總裁說的門都沒有 欸為什麼呢? 所以這集我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順便根據這個議題 延伸一下我上集跟大家提到的 這裡呢還是要提醒一下 上集我們的議題實在太大了 而且時間有限 所以只能一一跟大家細部的分享 當然啊 如果你有在關注半導體的好朋友們 就不要錯過這集的內容哦 那一樣 開始前後老規矩 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就是對我們最好的支持 那我們馬上就來開始轉場囉 首先呢我們看到台積電 除了在美國設廠以外呢 同時還在日本、中國、德國 考慮或是正在擴產 那在日本的部分哦 其實主要是因為蘋果的要求 全心全力要支持 同為iPhone供應商的Sony 所以呢大客戶 甚至在日本政府補助的媒合之下呢 台積電首度採取合資的方式 跟Sony還有日本電裝 共同成立了 日本先進半導體製程公司 股權呢相當於 721的方式 興建日本九州的熊本廠 不過呢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蘋果 iPhone這些相關的需求 比較跟大家提的 就是日本電裝這間公司 話說啊 日本電裝 它是全球第二大的 汽車零件供應商 原本是Toyota的電器零件部門 後來呢獨立上市 但是呢 Toyota還是它最大的股東 那日本電裝入股 日本先進最大的意義 其實就是確定 那這裡其實我們也看得出來 汽車產業經過過去兩年 動不動缺晶片 大家其實真的被嚇到了 所以 豐田它透過關係公司 直接參與半導體製程以外呢 很多的車廠其實也改了過去 習慣供應鏈的模式 開始直接下單 給晶圓代工廠 畢竟呢其實台積電 過去本來就在做 車用IDM廠的訂單 在產能和製程技術 是雙優勢之下呢 歐洲啊 美洲啊 日本啊 一堆車廠 都已經跟台積電簽了長約 除了像是豐田以外呢 像 VW啊 還有GM啊 甚至Tesla 本來給三星的單 現在全改由台積電處理 再看到Tesla 最近研發的4nm自駕的晶片 更決定 2024年 在亞歷山納州 投片 成為亞歷山納州這個廠的 第三大客戶 這邊一外話跟大家提一下 台積電車用部門的處長 也就是林正銘先生 他表示 預期從2021到2026 這一段時間 車用半導體的市場 加以年複合成長率16% 個百分點直接的快速增長 而且呢 一路衝到呢 每年85億美金的市場規模 那另外呢 我在32集 也跟大家分享過 台積電他要找代工價嘛 其實之前被很多客戶抵制 不過最新進度來囉 這些IDM廠 考量成本 產能規模 甚至車規的認證因素以後 直接幹嘛 接受台積電 6%上下的漲幅 這裡一併更新給大家 所以節目重不重要 很重要 一定要每一集都看 因為還要更新產業的變化 我們在看到 中國南京廠的 28奈米的擴產的計畫 這個計畫呢 預期將南京廠 每月2萬片的產能 逐步擴到 2023年 月產可以4萬片而已的規模 有沒有聽到我都加而已 好 但是呢 這部分擴產 其實過去不只在 中國內部有反對 甚至你可以看到 美國的半導體的禁令 還有後 近期的半導體的逆風 都不斷動搖市場 對這部分的信心 但是其實台積電呢 從頭到尾 它還是一樣的官方論調說 我們一計畫進行 其實呢 南京擴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終端一定是有需求嘛 除了測用晶片 在總體量 它是持續的提升以外呢 像SYS的感應 影像感測 還有電源管理 IC和MCU 這些總體的需求 也是持續的成長 所以你即便看到 它短期終端 是有一些庫存的問題 但是你還是改變不了 整個需求是往上成長的趨勢 所以呢 公司給出了理由 南京電擴廠 就真的只是為了 趕快開出產能而已 因為現在看到 高雄的28奈米 也是持續在擴的 現在只有7奈米的製程 因為大客戶 轉更高階的5奈米以上 那但是呢 其他的7奈米客戶 又因為短期 像PC手機這些 展望不是那麼好 就砍單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7奈米是青黃不接 重點是 需求沒有消失 不過呢 近期也傳了啦 iPhone15要採用高通的 RF的射頻晶片 那這款晶片 高通呢 又要跳車了 不是Tesla跳車而已 高通確定跳車三星 直接轉單台積電 7奈米支撐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7奈米目前下半年產能是崩跌 但是台積電也說了 我明年7奈米一定會大為神 好啦 最後我們再看到 德國的建廠計畫 目前傳出來的消息是 德國產 它也規劃28奈米的製程 公司公開表示沒有具體的計畫 其實也不排除可能性 不過呢 市場還是普遍預期 即便最後設廠啦 最快也要在2024年才會動工 這個需求主要是在車用 那預期第一期 只有5萬片 下一系列看下來 會有一種 台積電呢 就是被各國政府 或是各國的客戶 各種的威逼利優下 前往 單地設廠 大家一聽到 要去當地設廠 就覺得台積電要把技術送到國外 但是呢 仔細聽我今天的節目開頭 半導體我認為還是去不了台灣 重點 有什麼理由 來 下面三個很大的理由 這會讓你一目了然 讓你從此對台積電知其所以然 首先呢 最直接就是產能的變化 為什麼呢 2021年台積電在12吋晶圓的總產能 你現在看圖就很清楚 總產能大概是1420萬片 那平均每月是120萬產能 其中重點來囉 九成都是在台灣 換句話說 台灣相當於月產能就有108萬片 我這裡已經幫你算好了 美國 中國 日本 未來可能還有的德國 總產能 那你們看喔 亞利桑那第一期2萬而已 中國呢4萬而已 日本呢5.5萬而已 再加上撐死的德國初期最多也只有5萬而已 是不是總產能看不到了 哇 還不足20萬片 在這個內容裡面 除了美國有先進製程 其餘都是28奈米的成熟製程 大家知道28奈米 在2023年第三季的營收佔比是多少嗎 其實大約只有10% 最大的營收主力呢 是16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 佔了66% 而且呢製程越先進 價格越貴 毛利越高 大家都要記得喔 那第二點呢 大家以為半導體工廠一蓋好 就可以馬上運作嗎 真的不是你想的這樣 半導體的工廠不是蓋好以後呢 馬上就可以滿載 一座晶圓廠 從最快建好到產能滿載 滿打滿算最快也要多久 3年半的時間 雖然啊我也知道很多人會講 產能這種東西只要有樣板啊 接下來可以複製不一樣啊 就一路擴下去啊 那我問大家 中國面板不是這樣一路擴到全球最大嗎 但是咧 營收獲利有起來嗎 沒有啊 所以呢 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擴出來的產能 你良率這麼低要賣給誰 對不對 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台積電的魏總裁曾經說過 台積電當下所有的投資 都是為了兩年半以後的生意 所以呢現在量產的3奈米的製程 就是三年前早就跟客戶講好了 也就是蘋果持續後面的合作 因此呢台積電當下的擴產 不管是在中國啊 不管是在日本 不管是在美國 甚至未來龍潭的1奈米 其實這些都是事前跟客戶共同的合作 確定到真的需要這樣的規格 有一定的把握才會開始做一系列的擴產 跟蓋廠 這邊你還要了解到的是 台積電真正厲害 不是他能生產最先進的晶片 為什麼呢 因為去年10月 美國就有一間Z公司 他成功製造了0.7奈米的晶片 但是根本沒辦法量產 所以也沒有商業化的價值 看回來台積電 台積電呢就是可以跟別人不一樣 他能用高的良率去量產 當下全球最先進的晶片 這就是一種 把台灣代工的生意發揮到極致的表現 這就是台積電真正厲害的地方 所以呢 台積電其實真正的核心價值 他是提供全球CP值最高的晶片 當然 這也不光靠台積電自己就可以做到 因為畢竟啊 台灣長期發展半導體 產業聚落上下游的完整 而且呢 非常具經濟規模 像這樣的情況下 讓我們台灣成為在全球晶片生產下 最有經濟效益的優勢 所以呢 有這種絕對的量產優勢 還有絕對的技術優勢 甚至絕對的產業聚落 這三個大的優勢下 不只中國技術追不上 日本美國德國 這些國家生產成本很高對不對 你光叫他們24小時 可能這個事情就法規上問題一堆了 所以呢 我們台灣怎麼可能會被取代 那當然這裡還是有一個前提 我們跟對岸還是要和平共處啦 不然呢 如果真的像俄烏那種狀況 一切都會歸零 這個呢 其實也是各國政府 還有全球各大的企業 最害怕的極端的情況 所以呢 才會不顧這些最基本的商業邏輯 成本的概念 各國政府一直對台積電 威逼利用 軟硬兼施 讓台積電去當地設廠 不過這裡還是要老實說 你光看上面講的那個 五萬片 兩萬片 你真的覺得台積電的海外廠 可以取代台灣嗎 這裡我要老實說 我覺得台積電的海外廠 就像之前跟大家聊過的 不斷電系統一樣 就是應急 為什麼 因為它根本沒有辦法取代發電廠本身嘛 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嘛 好 那再看來台積電除了在台灣 我們是持續推進先進製程以外 它還同時加大力道推 半導體供應鏈在地化 重複一次哦 供應鏈在地化 其實就是要再三的強化 我們台灣是不可取代性 所以呢 我認為這個半導體在明年 相對有表現的兩個大的主軸 那不過呢 我說實在話 台積電這個議題真的很大 今天時間關係 我只先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大主軸先進製程 會受惠概念股的 其中之一的疑特 那這裡呢 我也要提醒粉絲好朋友們 如果想要聽其他的概念 還有兩大主軸的話 要趕快留言 趕快留言 趕快留言 好 那我們就先來講疑特 疑特呢 它是從1994年成立 主要的業務是 半導體的第三公證實驗室 那提供半導體產品驗證的服務 在全球有7座實驗室 那以應用領域來看的話 不只先進製程需要他們的服務 就連第三代半導體 也就是第三類半導體 都需要他們家幫忙 近年呢 公司又把他們的服務範圍 擴大到下游的 封裝模組和成品 看到疑特的營運重點 是半導體的可靠度的分析 就已經超過了5成 55個百分點的營收哦 另外45個百分點 就是各類的IC測試 所以呢 去年受惠它本業穩定成長以外呢 轉投資的子公司 也進入穩定營運的階段 而且子公司東延信超 在去年8月就送件有機會在今年第一季掛牌 那我知道 近期後半導體市場的逆風還是很多 但是呢 大家也要了解 檢測服務跟終端產品的銷量 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 因此呢 你看到半導體業內 屬於營運狀況穩定的公司 法人會認為 它除了去年的EPS 有機會創 2016年以來的新高之外呢 2023年的營收 也會有雙位數的成長 這裡呢就分享給粉絲好朋友們 這集重點 我還是幫大家統整一下 第一點 雖然半導體去台化 是現在的進行式 不過呢 台積電也確實在很多國設廠跟擴廠 不過這裡 大家真的不要太過擔心 好 那第二點 台灣有絕對的產量優勢 絕對的技術優勢 甚至絕對的產業聚落 完整的情況下 我認為全球半導體 根本去不了台灣 第三 先進製成的受惠概念股 今天先跟大家分享 一特 可以值得大家追蹤參考 好 那最後這集節目就到這裡 當然有什麼意見或想法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大家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 同一時間再見囉 掰掰